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曾经名满中国的东北喜剧 转眼间便成为了昨日黄花 从赵本山到范伟 从小沈阳到沈坑 东北明明有着中国最出众的喜剧人才 可曾经动笑无数人的东北喜剧 如今给人留下的印象 却只剩下了社会谣 以至于有人好奇 为啥这么多喜剧人才 始终撑不起东北喜剧 事实上东北喜剧如今的窘迫 或许和一个改变脱不了关系 欢迎百度搜索东北喜剧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说起赵本山 几乎算得上是东北喜剧的一大代表 从红高粮模特队的一炮而红 到卖拐卖车的耳熟能详 春晚舞台上的赵本山 几乎一度成为了东北喜剧的代名词 在赵本山的代理下 东北喜剧一度迎来了小高潮 乡村爱情故事的大伙 刘老根的走红 几乎让全中国都认识了这片 广袤黑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甚至于东北喜剧 另一个代表人物沈腾的走红 也将东北喜剧的反差感 带给了千家万户 可正所谓盛极必衰 伴随着春晚小品不差钱的播出 东北喜剧也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荣光 多年以来 东北喜剧被贴上了套路老套 段子陈旧的标签 特别是伴随着相声 拥抱粉丝经济 东北喜剧更是被树枝高阁 可归根结底 东北喜剧的衰退 或许还是和一项变化有关 那就是传播方式 不同于舞台现场表演的模式 越来越多的新式喜剧 已经借助互联网的春风 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不管是受众广泛的脱口秀 亦或是喜剧大赛等比赛 现代喜剧似乎已经脱离了传统舞台范畴 在短评快的道路上 意气绝尘 相比之下 东北传统喜剧模式 在信息差越发不明显的当下 似乎已经失去了竞争的优势 反而会落入到表演形式单一 表演内容俗套的苛旧 再加上粉丝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兴起 东北喜剧 如今似乎落入了一个尴尬的水清 明明有着全国最为丰富的喜剧人资源 却始终是个人的单打独斗 再也没能出现赵本山那样的喜剧大师 以至于现在的人们提到东北喜剧 留下的最深印象 非但不是传统喜剧的精华 反而是广为流传的社会谣 从中国喜剧的代表到现如今的无奈 东北喜剧的变化有根科学 也并非是完全无可奈何 在传统喜剧落寞的背后 东北喜剧的新生命 正在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 焕发出勃勃生机 不管是李雪芹在脱口秀大会的一炮而红 还是互联网新喜剧人代表的小饭熊忽兰 亦或者是开启邪音梗时代的王建国 东北人身上流淌着幽默的基因 或许就决定了东北喜剧 或许会暗淡 但是终将不会消亡 这些东北喜剧人 或是活跃在春晚舞台 或是活跃在电视影评 给全国带来欢笑 他们就像是种子 或许还没带来东北喜剧真正的复兴之日 可向阳而生的经历 或许能让我们每个人 见到东北文艺真正复兴的那一天 你对东北喜剧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明天再见